- 大家好我是柴 - 大家好我是蘇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工作室 對上次在Room Tour的時候 就獨獨都掉這一間沒有講 他已經裝潢好了 然後剛好也是我們頻道的 兩週年首度開箱我們的 柴鼠兄弟工作室 工作室很厲害 馬上就來看 很緊張嗎 歡迎光臨柴鼠兄弟的工作室 這間大概四瓶吧 - 四五瓶左右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裡面的內裝 - 我們這次工作室啊 - 因為想要稍微比較男性化一點 - 選了就是微工業風 - 會有一些圓木啊 - 或者是說鋼條等等 - 然後是比較開放式的收納 -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間房間裡面 - 裡面就是有很多是開放式的收納櫃 -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啊 - 就是為了搭配這個工業風 - 所以在牆面上面也是特別刷了一些 - 比較不一樣的顏色 - 總共跳了兩個顏色 - 第一個顏色這個是有點帶淺灰色 - 還有另外窗戶這一面啊 - 都是漆這個顏色 - 那為什麼要選這個灰色呢 - 因為已經有一面黑板漆這麼黑了 - 它整個是一個黑板漆的處理 - 譬如說它就可以... - 畫上... - 哇你亂畫牆壁 - 欸?擦掉之後就不見了 - 哈哈哈哈 - 是不是非常有生意 - 這個畫得好逼真喔 - 上次派可老闆坐在這邊的時候 - 我以為他在這裡了 - 那這個應該看得出來是鼠吧 - 這是我畫的 - 才在哪裡? - 才在這裡 - 才在上面睡覺的擦 - 工作室裡面有這面漆啊 -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- 需要想一些影片的idea - 或者說做一些brainstone -brainstone中文是什麼? - 腦力激動 - 動腦會議 - 隨時的把我們的idea - 或者是說想到什麼東西 - 就直接寫在這個牆面上面 - 你寫腦力激動欸 - 哈哈哈哈 - 另外有一些如果說 - 譬如每個月的一些重要事項啊 - 就可以把列表列在這邊 - 為了搭配工業風呢 - 所以我們特別選了這樣子一個 - 有點復古舊舊的地板 - 原本的地板磁磚是白色的 - 如果要跟工業風的家具搭起來 - 好像會有點奇怪 - 很像那個船屋裡面的那個 - 好舊的墓地嗎 - 或是工廠那些那種 - 就是地上被刮花的那種 - 對對對 - 它就是有一點刮花 - 然後毀損的處理 - 這次在天花板啊 - 我們也是把它換了一支 - 帶有一點點工業風設計的 - 你的西頂燈喔 - 會選這支燈啊 - 主要是因為它有六個燈泡啊 - 所以等於是每個角度都照到 - 而且它每一支燈具啊 - 上下角度都是可以自由調整的喔 - 工作是進來右手邊的這一大區啊 - 欸有沒有看到一個很熟悉的東西 - 就是我們的十萬訂閱獎牌 - 還有當初的那個支票 -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架子啊 - 但是它有一些工業風的這種木箱有沒有 - 然後它搭配起來其實就還蠻有FU的 - 特立屋聖路易的五層書架 - 非常的簡約 - 它其實不管放在怎樣子風格的房間裡面 - 都會非常適合 - 這次會選擇它呢 - 就是因為它旁邊有一個這個黑色鐵網 - 然後再加上有一點黑色的板材 - 也是帶有一點工業風 - 最重要的是啊 - 它整個材質是採用一一的板材 - 就是說它的甲犬釋出量是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- 工作圈 - 它有印表機 - 還有一些箱子啊 - 可以收納一些印表之類的東西 - 這邊還有一個燈 - 有銀行的感覺有沒有 - 這個燈啊 - 因為它的外觀比較復古一點啊 - 所以我們裡面的燈泡啊 - 是特立屋的LED燈絲燈泡 - 感覺像是烏絲燈好像會燒斷的那種 - 可是現在其實技術很近不至於 - 這裡面都是無拱無牽的LED - 接下來是我在這間工作室裡面 - 最喜歡的羅傑設計師椅 - 超級好做的耶 - 很符合人體工學 - 可以坐在這邊一直剪片都不用起來沒關係 - 沒有啦亂講的 - 但它真的做起來就是很舒服 - 不像以前我那個原本的電腦椅啊 - 就是做的會 - 最特別的是它長得很像棒球的棒球椅 - 而且它整個是採用透氣的PU皮質 - 所以做起來不會覺得很悶熱 - 最重要的我們兩個人的工作書桌啊 - 特別採用的是中導設計 - 就是我們把兩個書桌面對面擺 - 這樣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- 我們要討論事情的時候 - 欸那採啊那怎樣怎樣 - 派克老闆怎樣怎樣 - 直接就可以講話非常方便 - 也是比較帶有工業風設計的書桌 - 你看它是黑色的鐵架 - 那你看擺一個螢幕兩個螢幕 - 還有一個螢幕可以看盤耶 - 這邊其實白天的時候會有光線進來 - 所以這一次還特別設計了一個這個叫做調光鏈的東西 - 隨著它往上拉的時候 - 光線可以隨著這個間隔的距離啊 - 去調整光線的大小 - 其實我們經過之前客廳還有房間自己規劃啊 - 然後去買那些家具的一個經驗 - 發現真的是還蠻花時間的 - 有趣歸有趣啦 - 可是就是很多東西其實我們不是專業的 - 弄起來就會四倍共半 - 所以我們這次這一間工作室啊 - 完全是交由特立屋的微裝潢 - 來幫我們做規劃設計 - 就是俗話說的啊 - 交給專業的來就好 - 而且特立屋微裝潢有一個最大好處啊 - 它會有一個單一的窗口 - 就是他們的規劃師 - 用你從頭到尾溝通你的需求 - 然後包含說挑選你需要的喜歡的東西 - 它會給你一些搭配上面的建議跟想法 - 包含到整個最後完工之後啊 - 它也會跟我們一起驗收 - 足像足像的驗收 - 對 牆面、天花板、地板 - 它都可以一手包辦 - 像這樣子的微裝潢的服務啊 - 最大的好處是啊 - 有什麼問題啊 - 通通都找規劃師就好了 - 除了這個全屋微裝潢的服務之外啊 - 特立屋裡面也有非常多 - 可以自己DIY的商品 - 像這次這個 - 波爾試乘抽屜活動架啊 - 就是我們自己DIY的 - 這次搬家啊 - 我們先前也組了非常多的東西 - 但是這個過程中 - 我發現蘇很不喜歡看說明書 - 有嗎 - 哈哈 - 雖然每次花很多時間都是在重組 - 就是不想跟人家問路的概念 - 所以我們今天啊 - 就要來測試看看 - 一個是不愛看說明書 - 一個是愛看說明書 - 所以我等一下不能看說明書喔 - 可以啦 - 可以啦 - 但我們就是要PK來組裝 - 特立屋提供的波爾試乘抽屜活動架 - 一定要拿出來先 - 一定要先把說明書拿出來 - 你還在核對零件表 - 已經在裝了 - 我在陰影方面覺得... - 我跟你講要看個大概就好 - 不用花太多時間在看那個 - 這樣塞不進去啊 - 馬上就出現問題 - 這樣子不可能塞進去啊 - 是對不對 - 因為這就是... - 要來看... - 要來看喔 - 要來看啊 - 要來看啊 - 等下就發生意外了 -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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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- 忘了裝這一塊 - 塞管到底要怎麼塞啊 - 要來打電話 - 我要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- 要來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- 要來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- 要來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取時間啊 哈哈哈哈 要把它做別的 跟考試一樣 難得要先跳過 為什麼你有那個 這一個啊 就在旁邊啊 那個就是啊 那個喔 你很誇張欸你 哦 欸那我這樣不對耶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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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怎麼辦啊 這我無法回復了欸 就這樣吧 完工 完成了 完成了 旋轉旋轉 你的輪子不對 旋轉旋轉 輪子怎樣不斷 你輪子錯了 你輪子錯了 就是有這個 有上車的要在前面啊 剛剛其實有發現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 凸進去的時候就已經進去了 你想要羽木混珠嗎 對 不行欸 你是這樣敲 那爸要怎麼敲啊 你不會用吹 欸 這個你敲進去了欸 對啊 主流兩隻腳是錯 這個狀到這裡 便當喔 賣便當喔 先生要買便當嗎 這次的DIYPK啊 還是我贏了 因為我的是做的是最正確的 雖然慢了一點點 但是完全沒有錯誤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工作室 為什麼拿那麼快就幫我開玩 好不好 不然你還要講述我 拜拜 開玩囉 拜拜 拜拜